你看我们各种会议、检讨都是拜拜 检讨不出所谓的 因为美国人他可以 他说这件事情就是谁的错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不会这样子 美国人可以这样 中国人你敢吗 这件事情就是谁的错 不然不会这样子 那个人马上站起来说 我承认我有错误 你难道没有错吗 我是不忍心讲你啊 你以为你没有错 没有忍忍忍 然后忍到大家都很难过 因为在西方他的社会是是非分明的一个社会 对就对错就错 中国人没有一件事情是是非分明的 我们没有忽、无 我们没有忽跟无这种观念 我们只有一种观念叫做够减 够减 我够够,你够减 我们两个都不对 不是讲我不对而已 中国人这个够减很厉害 你看西方的妈妈 如果哥哥弟弟吵架 他会问哥哥错还是弟弟错 如果弟弟错他只骂弟弟 他从来不会骂哥哥 哥哥没有错你凭什么骂他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一直骂弟弟 你年纪轻轻对哥哥这么不礼貌 以后长大还得了 哥哥平常帮你吗 你敢可以这样子吗 骂完一定说你做什么哥哥 做到这边呢 中国人他一定两边骂的 因为我们只有够减了 从来没有 没有 所以各位 现在的社会 还是宜然固有 我们很难说谁对错 中国社会到最后也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谁对谁错 从来不知道 西方人很快就知道谁对谁错 所以我们检讨到最后都推给制度 被黑国 你看每一家公司开检讨会都是这样的 我们今年成果不太理想 不过每一个人都很尽力 之所以不理想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制度不好 如果制度不改的话 我看每年都是这样 大家都很有面子 这个就叫做 这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不会自杀 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自杀 只要到检讨的时候 你讲出 没有人会自杀 谁就自杀 你 我 worsh 你说 感谢观看